2012年那个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,真是够猛的,说的是贪官里头有95%都养着情妇,而且60%以上的腐败大佬,跟包二奶是分不开的,想想看,中共1949年建国,声称要把那三妻四妾的就说会打翻,结果自己上台后,那些元老级的人物,就忙着建自己的后宫了,就说那是大元帅吧,加起来竟然有39个老婆,而且不管他们多大岁数,老婆们的平均年龄永远在18岁左右, 朱德43岁时娶了17岁的康克庆,40岁的彭德怀,娶了20岁的大学生普安修,44岁的刘伯承,娶了19岁的汪荣华,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希,月剑英就更厉害了,据说她有9个正式和非正式的妻子,最后一个跟她发生关系的女护士,才30岁,她自己都90多了,以上仅是这些中共高官公开资料所设计的部分,很多情妇都是等到这些官员倒霉了,才曝光的,就像那句老话说的, 上梁不正下梁歪,连老们都这样,下面的人肯定也跟着学,先说广州的副市长监管局长谢小丹,这哥们的情妇多达60多位,她对情妇的年龄标准,也得跟老一辈的一样,20岁以下,接着说江苏的第一摊徐奇奥,她的情妇多达146位,还记得吗? 她就是那个有本日记,详细记录,情妇信息的时间管理高手,震惊的是,她的情妇名单里还包括一对母女,她在医院遇到40多岁的护士王秀丽,然后又把她19岁的女儿刘兰,弄到电视台工作,最后两母女都成了她的情妇,最讽刺的是,这位大贪官最后是因为嫖娼被抓的, 其实上述的谢小丹和徐奇奥,只是今天要说到的贪官中,最正常的两位,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位官员,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她是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,组织部部长李森林,2011年6月,因为严重违纪和受贿被判无期,在对她家进行搜查时,除了发现大量金条和现金外,还查获了许多不雅之物,在她被双归两个月后,网上出现了大量文章,曝光了她收集女性体毛的癖好,据称,她在任期间,收集女性体毛的癖好, 收集了超过300名女性的英毛,并未知标注姓名,用这些英毛制作成毛笔,因此,这位中共官员被网友戏称为,英毛部长,众所周知,不少官员的落马是因为,与情人间的纷云诡诀而导致,然而有些人的原因,简直让人哭笑不得,比如,丹增德,山东省农业厅的副厅长,跟情妇苏春苑的故事也挺戏剧的,为了稳住情妇,她竟然写了一封离婚承诺书,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离婚后与她结婚,承诺期限到期后 丹增德一直躲避苏春苑,她便气愤地将承诺书发到了网上,这引发了巨大的风波,最终导致丹增德被纪委调查,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,浙江渠州的周德,为了情妇,竟然写了超过30份类似的承诺书,她保证不再碰老婆,一生只爱情人一人,每星期至少与她发生四次关系,可能由于周德的后台比较硬,最终紧遭到了党内的,严重警告和行政降级,而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里,提到的那90% 有情妇的贪官,有人就疑惑了,剩下的5%是不是女贪官啊,说到这,就不得不提包养情妇的女贪官了,比如安慧君被评为最美女警长,同时还是深圳市人大代表和罗胡去政协委员,她在当局长后,利用权力卖官,她把罗胡去原本18个派出所扩到25个,就为了多卖几个所长的职位,据说,她把罗胡分局1500名干警理的,副科级以上干部提拔到了500名,对于被她看中的男下属,安慧君会主动暗示, 明白她意图的人便会主动投怀送抱,利用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来讨好局长,很快便会获得升迁和提拔,对于那些不解风情的,安慧君会借出差为名要求与她同行,如果对方依然不从,她就以需要进一步观察和锻炼为借口,不予提拔,安慧君最终被落马的原因更为奇葩,2003年3月,罗胡分局的科长萧双红, 出版了一本名为《随风飘荡》的小说,其中一篇名为《午夜咖啡》的章节,描述了一位女上司,经常邀约男下属喝午夜咖啡,暗示安慧君的私生活极其不检点,这本小说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轰动,最终引起了深圳市检察院的关注,2005年,安慧君因受贿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,同样,江苏省财政厅的副厅长张美芳,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寻觅各色男子, 他在被抓后自曝共有15个男朋友,并将自己名下的七套豪宅,分别给这些小男友居住,相比较这几位,习近平私生子和周永康,百姬王能排上奇葩排行榜吗?这些故事都在说一个道理,在权力和欲望的交织下,道德和自我约束,往往显得那么脆弱,中国有句古话能保私隐喻,这反映了人的基本本能,就连中共的十大开国元帅们,也无法逃避这个本能,他们建国后,首先想到的就是部署自己的后宫嘉丽,这甚至是很多人 加入体制,升官发财的初衷,而当人获得权力后,特别是在中共这样的体制中,唯一能约束自己的就是那脆弱的道德,和所谓的自我约束能力,但在原始欲望和不受监督的权力面前,那些道德标准和自我约束,都难以发挥作用,因此,在中国这种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下,靠所谓的党员道德和自我约束来杜绝,包二奶等现象,显得颇为不切实际,最后说到徐奇奥,他是那位被曝光拥有146个情妇的官员, 他那本给儿子的家书里提到,做官就是为了利益,政策法律都可以变通,只要能遵循这个原则,他认为儿子的仕途就能一帆风顺,这就暴露了中共政治环境中,官员们往往会为了私缘,忽视道德和法律,甚至认为权力就是用来谋取私利的